甜蜜蜜的蜜蜜 哈哈哈哈 酸的 你要调好酸的 这个心上去啊 所有调没有心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七点钟了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索尼和尼康 今天我们 在 会长说了 你说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今天是 佳能日 今天是佳能的大日子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这个 索尼党和尼康党呢 就稍微夹着点尾巴 不要 当然 我想重要的也是 就是说虽然我们用相机 但是就是说很多相机的功能 和有一些setting 实际我们还没有把它用上 那就说虽然佳能推出了 最新的两款相机 让我们比较眼馋 但是呢我们也要把手中的 这个相机的最大潜力 给它用出来 所以今天我主要就在 集中在这些方面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呢 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想我们就 不是作为我一个主讲 我想跟大家做作为一个 大家互相交流吧 踏山知识可以公寓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啊 那第一项第一项我想介绍的就是说 现在已经很多很多相机 已经有一个叫做防尘 防尘罩 叫AntiDust 大家用上了没有 它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不是所有相机啊 现在新的相机 现在已经基本上成标配了 它这个就是当你一关机 在它那个CMOS sensor的前面 会有一个保护罩 啪的一声就会把它关起来了 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那你在灰天土地的地方 换镜头的时候 灰尘就不容易进去了 而且这个特别是什么 CMOS是带静电的 所以任何一点小毛毛那些 都是很容易进去的 所以这是很讨厌的这件事 所以大家的相机要是有这个功能 第一件事射的就是要先把它用上 大家回去找找 叫做AntiDust 好 那另外一个我想介绍的 重要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大家比如说 大家在换到一个新的场景 或者是碰到一个新的风景 大家是不是手忙脚乱的 把这个整个菜单走一遍 找到你要的setting来射呢 实际呢 所有厂家都已经给你准备了一项非常好的setting 这就是我自己的setting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需要的一些功能 全部放在这个下面 你看像这个是Sony的 Sony呢 它就有一个add item 就是加项目 能不能把你那个相机给下 我马上就挡着是吧 这个可以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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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做到后面可能就会说 所以呢就说 我是希望大家有这个功能一定要用上 为什么呢 你可以把你自己最长条的这几个功能 全部都给它加到这个里面 然后你就只需要在一个菜单里面 找到你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 我可能就是在整个过程就会那个HDMI拔插拔插的 所以 大家就 bear with me 好 那我就把我的菜单调出来啊 是吧 好 你看 那我的 最心爱的菜单在哪呢 就我就放在最上面 这个星星的 那就说 里面就把我自己所有 自己最常用的 而且自己 经常要用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面了 你看 branket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有不知道的吗 有 好 那branket 实际有好几种branket 那我只说最重要的一个branket 就是曝光的branket 同时你一按快门 它可以拍三张五张 七张 九张 correct 中文 包围 包围曝光是吧 好 那就是你可以设一档 两档三档 三 五 七 九 不同的曝光 你可以设一档的差 0.5档的差 这样你就拍到一系列的照片 那一系列的照片 特别是在高光比的时候 比如说日出日落 这样呢 你高光的地方 通过低曝光 也可以把细节保存下来 低光的时候呢 通过长时间曝光 也可以把细节保留下来 然后最后呢 把它blind在一起 就是混合曝光在一起 加个蒙板去刷 分分钟就出来了 这样呢 就说我们的人眼是神创造的 It's amazing 就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看到 最亮的地方和最暗的地方 但相机不行 相机的这个dynamic range 像这个相机 这个好像有15档 这已经是最高的了 可能有再稍微高一点点的 但也高不了多少了 所以就说 这是我们相机的缺陷 所以没办法 所以这个branket需要用 然后这个interval 这些我都慢慢再讲吧 然后你看这个safe timer safe timer什么呢 就是说 你没带遥控器的时候 对吧 safe timer 2秒5秒 或者10秒钟 照个全家照 或者你们也不用 搞手机设定了 所以这里面都有 那其他比如说 有的时候 你需要在拍video的时候 你需要设video 不同的分辨率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 你看在一个菜单里面 你马上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要8k 要4k 或者是要什么 你全部都在 一个菜单里面 可以全部找到 你就不用 在所有这么多的菜单里面 去刨东西 所以 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放在我要讲的第一项 你这只是说soy的地方 尼康没有这种 有 一模一样 就是你选那个菜单 比如说那个format的时候 你打过来以后 有各种的format 你马上打 尼康一样的 按圆钉钉 它就出来了 只是就是格式不一样 但是都有 尼康也是一样的 我尼康也也 机子也放在这 待会可以给大家演示 那所有这些 你可以 你看这些就是我经常要用到的 常用的 那 就是说实际 有的时候呢 你那个电子快门和机械快门 可能也需要switch 所以呢 也可以把这个加进去 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 或者自己平常照的那个style 把它加进去 这样呢 就非常方便 所以这是 我 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项要讲的 那 刚刚呢 这一项讲了就是那个防灰尘的 然后 你看啊 然后还有这个exposure mode和metering mode metering mode 我这稍微讲一讲 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multiple 就是说多区域 或者是这个是全局 这是中间或者是全局 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些 但是你在照某些特殊情节的时候 现在基本相机都有这个 这个叫做highlight highlight protect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 当你在照特别 比如说一堆漂亮的女士 她们都穿着白衣服 那 最容易发生的是什么 过曝 那白衣服上面的那种细节花纹啊 全都没了 然后回家以后被老婆喷死啊 说你你这水平太差了 啥也看不出来 这种时候把它用上 她就优先保护这些高光的地方 那对于我们拍鸟的鸟帮呢 比如说在西南拍那白鹿的时候 白色的那种羽毛是最容易过曝 而且最大的一点是什么 过曝了拉不回来 拉不回来 所以呢你就把这个加上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个也放在 这个自己心爱的菜单里面 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条件 然后还有一点呢 比如说 如果你喜欢拍那个time-lapse time-lapse叫什么来着 延时 延时 好拍延时有有一个很tricky的啊 大白天大黑夜 如果光线没变化不要紧 随便用哪个曝光模式都不要紧 但是一旦你拍那个夕阳和日出的时候 建议你用这个全局对焦或者是多点对焦 因为这样它可以计算一个中间值 给你一个大体的那个计算量 所以反而这是最准的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选用这种对焦模式的时候 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那后面我会单独讲一下延时 特别是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 有些什么tricky的地方 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想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setting 我们更多的是就是说通过这个setting 来了解我们的照相机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好 那我们又回到继续回到这个屏幕上来 好 下面这个叫做高 高SO noise reduction 那这个呢 对于 如果你喜欢照弱格式的话 这个没用 所以你就skip 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也喜欢照那个JPEG 那照JPEG的时候这个就起作用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调上来 好 讲这个的目的是为了 说到下面这个 这个叫做长时间曝光 噪点消除 noise reduction 这个 我建议大家 拿到相机 第一件事就把它先给关了 第一呢 就是说这个功能有没有用 确实有用 就是说你特别是照星空的时候 他先照一张照片 然后全黑再照一张照片 然后就把那些有噪点的地方 自动给你剪掉 但如果你设了这个以后 如果你来个30秒的曝光 你加了这个以后 它紧接着给你来30秒的那个黑屏 所以你想照的那个机会 可能就彻底就错过了 所以我个人建议是 来了就先把它干掉 不需要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有几种那个去造点的方法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Adobe里面的 有一个noise reduction 非常非常好 这是其一 第二 那Torpez有 大家也都知道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怎么我现在忘了 Wangang Wangang 那一家的也非常有 然后Torpez Wangang我都买了 两家不分动博 各有优势 我觉得都可以选用 所以在当前有那么多AI 给我们的电力优势 和这个noise reduction的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这个不需要 因为一旦加了这个以后 会给我们的摄影 有的时候造成巨大的不方便 好 索理挡 哪些是索理挡的 索理挡的有一半多 大家用过这个功能吗 SNQ 是不是在那个波盘上 从来没touch过 好 什么是SNQ S是Slow Motion Q呢 Quick Motion 那这个怎么理解 大家还记得 就是说看电影的时候 看那种古代拍的那种片子 按现代的速度来拍 那他们那些人怎么走路的 是不是 蹦蹦蹦蹦 一蹦蹦一掉的 因为原来拍摄的时候 帧数基本上是15帧或者10帧 然后当你用15帧或者10帧 拿24帧或者34帧的正常波范速度的时候 它就是一跳一跳一跳的 但特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啊 那Slow Motion又是什么呢 Slow Motion就是说你每秒用 美国的指示是30幅每秒 是NTSC 那欧洲和中国是叫做Pow 是大概24帧左右 那就说 无论怎么样 那就说当你用24帧放或者30帧放 我们有的动作是正常动作 然后当你用120帧或者是60帧拍了以后 再放到24帧来放 这是什么呢 Slow Motion 那这就是 比如说鸟身长翅膀就是这样 然后女士们喜欢跳舞的时候 就可以把那种手的那种伸展动作全部展开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Sony给你专门设计了这么一个功能 直接就可以让你在录像的时候不用调不用脑子想 直接就来就行了 然后怎么调呢 他会告诉你 当你调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你要30帧那就是正常速度 如果你要120帧或者240帧 那就是什么呢 Slow Motion 如果你选10帧那就是一跳一跳的 所以这就是很有用的 而且很方便 而且你后面就不需要再编辑了 直接就有油了 所以呢 这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 那我就给大家来看看 我们在240帧 这是Sony的240帧 240帧放到那个30 那就是说8倍放慢 它是什么样的效果 你看 大家注意看翅膀和水珠掉下来 你看如果不用240帧 或者你不在后期有意的做饭慢 你是看不到这种的 而且我这个就说基本上就是直出 只是调了一下颜色 全部搞定 好美 对对对 针就是 Frame per second 就是120帧就是120帧 per second 你这是照相还是摄像 我是直接的录像 摄像 好 那实际就是说照相也可以做出这个 光明就知道对吧 光明有很多那个音的 它就是 我们这个相机可以拍一把 不能拍一把 可以拍30 但是可以30把它堆起来 然后再把它那个 嗯 但是最近有全的用这个慢速法 我觉得快速的 正常的速度看的 演化了 不舒服 对 光明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就是说你们 我特别是 我们在看 或者我们在拍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发现什么 特别有的时候手持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视频抖动很高 啊 两个主要的解决方式 实际解决方案很多 两个主要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直接把它放慢 放慢以后抖动还在 但是由于人眼的那个适应呢 你就不觉得那么抖 然后另外一个呢 在各种软件里面 那个像达芬奇 像我现在用免费的那个叫什么 pro card 还是cap card cap card 它都有放慢 放慢以后你要选一个选项 叫做 丝状换慢 就是它会把 有些缺的针给你补上 所以呢 这样就会让你的整个视频看起来会更好一些 那所以大家记住啊 Sony 这是Sony的独有的 S&Q 其他厂家都没出这个 所以Sony已经为你想到了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该用的时候大家就记起来 诶 原来Mike那一天讲过这个 我来试试 所以你要射到120 是吧 对你你进去以后你就可以射 他会问你 他会问你你要一秒钟多少 对 对 对 六十一百二都是后面出来就是慢动作了 然后你还可以射十 所以这就是可以用上的我们就用上啊 好 Camera setting memory 我想大家都用 对吧 大家记得吗 你相机拨盘上面 无论是家人 Sony 是不是都有个一二三之类的 大家有印象吗 实际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把一些你常用的常设的功能 把它记录在一二三里面 这样到时候呢 你上面这个拨盘拨到一 比如说我的一就是两千分之一秒 我的二就是五十分之一秒 那我的三是什么呢 我说三就是照人像的 照人像我一般用两百分之一秒 因为为了保证闪光灯能够百分之百的work 所以我选的是两百 而且两百绝对能端的很平 所以这些就是大家可以set在这儿 比如说我拍鸟 我就基本设置两千分之一秒 然后那个ISO自动 然后光圈最大 这是一个照鸟就是让它action phrase下来的 那有的时候拍鸟我们也希望来点弧片对吧 所以我就设一个五十或者六十 然后拍人呢 我们会讲什么呢 拍人就把ISO设的尽可能的低 然后两百分之一秒 然后就根据你的镜头大观圈 或者是你要点背景啊 或者这样可以做一些条件 你就设在一二三 设在一二三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设置以后呢 他就问你要存在几 比如说你要phrase啊 你就存在一 你要拍人的你就存在三 到时候呢 一波转盘全都有了 好 虽然我是这么讲 但是我个人觉得 对于我自己来说 一个amazon就行了 因为这些条件 当你熟了以后非常的方便 反而如果我建议你们 如果要用一二三的时候 建议就是说 特别是当你在要拍JPG的时候 设这个会更有效 因为设JPG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有一个挑战给大家 谁用过相机他厂家给你 或者你自定义的那个叫做profile 就是照片照片格式 谁用过啊 实际这是非常有效的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格式 你可以直接套用 比如说黑白的Sephy 或者是什么高反差 实际相机里面 已经有很多格式给你了 然后拍人像的你 你喜欢日式小清新啊之类的 都可以把它调了直接倒在里面 甚至你不想自己调 网上下载几个profile 加载到你的相机上 搞定 然后这种时候呢 你因为这种时候 大多数是要JPG出现 所以呢我倒是个人觉得 特别在于这一项的时候 你用JPG的时候调这一项 普通用如果你是拍RAW的 说句老实话 你就转盘一波 立马就搞定 不需要那么复杂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个像那个Z 因为你的你用的相机太高级了 没有你讲的我都不懂 你是Sony的 没有没有像这也一样 那个尼康的高端机呢 他是把这些夹在里面了 那低端机还是在上面的转盘 低端机和中端机还是在呢 你是用的好东西 这上面有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上面有 你那个王立你不是上面一二三吗 对对对 你都可以把它提前预设到 预设上 到时候该用什么就直接用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就说这一项在特别拍JPAC 当你用JPAC 用那些自定义profile 看人像的小清新啊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繁华style啊 你都可以搞定 实际繁华style很简单嘛 对吧 暖色调高反差 分分钟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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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刚刚和前面是相关的啊 那就是说当你要把它们调出来用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上面拨盘一拨 全部都有了 而且它可以控制的项目非常非常多 它可以控制你的ISO 可以控制你要不要Noise Reduction 你要不要什么Timer 各种各样它里面都可以控制 所以呢实际它还是相当有用的一个设置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手忙脚乱 有这些设置提前做准备 你就可以尽可能少的减少那个 你到时候犯的错误 好 这一项 有谁喜欢拍建筑的 哦 有拍建筑 你知道这有什么用吗 不懂 这个超级有用 还有谁喜欢拍那种有拍商品照 进屋商品照 进屋商品照 如果你要打一面墙那么大 你需要什么高像素 对吧 实际我这个是Sony A1 Sony A1像素也不算低了 五十万 五十万 五十个Million 五十个Million 那是打一面墙还打不了 但是呢 当你用上这个功能 那就可以了 它会把八张十六张五十个Million的照片插直起来 那就是五十乘以十六 你就可以打一张硕大的广告照了 但是这个功能有太多的限制 第一 风光拍不了 为什么呢 任何风吹敞动 云动 它都搞不定 因为拍出来都是糊的 因为它的设计就是给进入 那比如说 人像也搞不定 而且必须在三角架下 所以有诸多限制 但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这些我们要悄悄说一下 Sony出来的格式是弱格式 所以后期可以随便调 佳能的是JPG 这个功能用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你去search一个YouTube 很容易就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 它提供这个弱格式实在是太方便了 因为给了你后期无限的空间 大家知道JPG首先是压缩的 而且就是说做后期会有很大很大的限制 所以Sony和你看这个给的都是弱 他是拍一次 Canasox 拍一次 拍一次 你按一下快门 它自动给你全部搞定了 但是 按一次出来 十六张 十六张 它是自动给你合并起来 对 你不需要用电脑 相机给你全部搞定了 做出来的是一张 对 会很久吗 需要点时间 拍完以后 也不是太长 它后台可以工作 所以 这对于拍进入物和拍那些广告的超级有用 嗯 好像那个TOPAS有个软件 叫UPSCAL 我们可以用更多 它也可以把一张照片给它放在里面 对 对 我知道 我也买了 嗯 我现在license 还在有效 但是 我自己用下来 感觉不是特别好 因为特别它放大了以后 就是说 如果反车大的那个边缘 会显得更明显 所以你一看上去就有一种那种 后面处理过分的那种感觉 当然 当你有一张小照片 又必须要用它的时候 那个GIGA GIG 好像叫GIGAPIXEL 是吧 对对对 那个相当有效 绝对值得买的 才50块钱 就绝对值得 嗯 所以呢也是 但是这机内已经有了 但这个局限很大 确实是局限很大 风光不能拍 呃 人物不能拍 就是拍镜物建筑 嗯 像能今天都宣布那个 有那个GIGAPIX 那个UPSCAL的吧 对对对 估计没有 没有限制 有限制 实际 你看那家网站叫PETALPIXEL 它上面有个样片 还是差一点 但是 有总比没有好 我是这么想的啊 有它就给了你这个Option 当你在必须要用的时候 可以用上 嗯 这个Size 是不是要乘16 对 所以就是相当于 这是50MX16 你想想 这一面强够打了 嗯 不过说句老话 那个 R52 R52 升起真的挺多的 想问一下这个Robin Robin那个 布置餐馆的时候 我们在墙壁上照片 那个是 相机竖起来 连开了十张 哦 十张拼到 merge起来的 对吧 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 嗯 嗯 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那个 胖牛烧好的 那个餐馆看 嗯 那里头照片是Robin拍的 那已经 那已经早都没了 没了 哈哈 餐馆都包了 那都变成不外了 嗯 然后像Robin拍的那个方法呢 就是说还有一种镜头 也是给了很大的提升 就是那个tune and shift的镜头 对 一轴镜头 那个镜头的好处就是说没有变形 因为为什么呢 像我们这样的那个镜头 当你这样搅拌角度的时候 它实际是有变形的 而且就是说你在后 开手我们85台 对 站在那个 远一点 对对对 Ujicite那个河的河对岸 嗯 然后台湾哈顿 那基本上一个展片 你展片一条 你小片一条 对对对 它这个机面是很小 对 就是你只用这种办法去 对 当然你有一轴更好 你一轴的话 那就是正正的过去 那今天拼片的时候一点 对 没错 但长焦的话以后 空气波动啊 对对对 各种因素 就绝对都会有很多影响 晚上 实现大概八秒钟一张曝光 我把那个光纤索很小 ISO放低 然后八秒钟一片的话 水面基本上没有过去 平的是吧 对对就是平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接片的时候后期问题就很小 所以这个很有用 所以大家如果做一些商业摄影 然后人家要求你打一面墙 你就要想到这个了啊 嗯 好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啊 我问问大家 你拿手机拍这种日光灯 或者是LED灯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那种bending 有 但是很少对吧 实际是因为 为什么呢 手机给你做了处理 但是特别我们的相机 在那种情况下照的时候 高档相机稍好一点 因为我发现A1 发生这个的情况非常非常少 但是我用我的另外两个Sony A7 Mark IV和A7 R4的时候 天哪那个bending相当厉害 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 那个bending是什么呢 一道明亮的亮线 一道暗线 一道明线 一道亮线 就在整个画面 而且根本没法Photoshop 完全彻底就可以让你报纸照片哭的 所以特别是照重要的场景 那要被喷死掉的 所以 但是你记住 大多数相机 现在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大多数家 家庭用的都是劣质LED 大多数家庭都是劣质LED 只有舞台的那种LED是特殊处理过的 所以呢 就会有这种bending 为什么呢 就是LED的那个发射光的频率 和相机的频率在某种程度上 它会overlap在一起 所以你看啊 我们大家可以算算啊 我们平常照照片 是不是 哎呀 六十分之一 一百二十分之一 二百四十分之一 对吧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种整数 就最容易和那些波段成合起来 当你打开这个功能以后 它的那个快门速度就变成可变的 有的时候会是二百五十点一 或者是三百二十点四 你会觉得一下子下着 哎呀 我是不是哪见碰着了 没有 只是你无疑中把它打开了 但是这个非常有效 当你打开这个大多数情况啊 不是绝对的 大多数情况那个bending就没了 所以你就可以放放心心的拍照了 而且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啊 我有一次在教会拍的时候 自己没注意 拍完了一系列 整个系列都有bending 但是就说 从此以后 我就有了一个 一旦碰到LED 我会先拍一两张 在屏幕上仔细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 日光灯有的 日光灯有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吃过的亏 所以大家就知道 现在大多数相机都有这个功能 要不要买一个Sony 293也行 对对对 对了 全一块门 Alpha 93就没那个了 只是六千块钱 是不是这个功能 如果打开这个机械快门才就没了 好像是 不是 这个我得确认一下 非常好的块事情 我无法 好像是的 必须要电子快门 是的 5G4的话上面也有这么快门 要专门看那个深色道的 对 所以实际我知道 大家照家庭照挺多的 对吧 大家照家庭照 或者是出去外面照舞台照 大家要注意这个 但是呢 你那个传感界 一般是 照明点是60赫兹的 如果你的频率 小者频率和它是一个 成倍数 成倍数的都会有 嗯 对 对 那这次只是了照片 视频是怎么处理的 同样的问题 视频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拍视频的时候我很少预见 嗯 这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是读数据的 视频不是整阵的 视频是59.9 有可能 是 都肯定有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田达问这个非常 非常对 我拍视频的时候 很很 一个 一个 那个演出 有人 帮他们拍了这个视频 嗯 然后发现 就是在那个背 背景部上 嗯 有一条 Continue 对那个光 光斑 嗯 在流动 嗯 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老子在动 他就问我有没有办法解决 很有可能这就能解决 对对对 你就把这两个都打开是吧 嗯 对对对 就把它嗯 就是一般 那个苏尼也有 尼堪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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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在苏尼 啊 迦南也有啊 迦南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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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它是 摩托照照相 但是 平衡拍摄 对 摩托照相特别明显 特别特别明显 嗯 嗯 嗯 所以大家这个 就是说一旦你碰到 一个情形 是有L1灯的 你就先自己 检查一下 你现在就把它打开一完了 打开 然后你看看 它会有一个自动选项 如果自动选项不行的话 你调一下快门速度 反正两个 哦对 还有一个自动选项 对对对 哦还有一个自动选项 好 现在就开始说说这个 自定意见 那现在这些相机 我们现在都可以做 很多很多的自定意见 无论是佳能 尼康 Sony 都可以做 那比如说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自定意见 直接把你的存在存过来就完了 哪个 可以啊可以啊 是可以的 我 我的那个setting 我给过好多人的 但是小心啊 万一下回你什么 你什么社会碰碰呢 碰错了 你再修 弄不回来 好你看啊 你看现在对焦模式就是在自动 自动人脸 对吧 好 啊 你看这就在人眼对焦哈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屏幕 我 现在我是在afon上 那afon我自己现在默认的这个就是叫做zone zone 然后是tracking 因为我是拍鸟的 哦对 还有一项我 重要的一项啊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相机 大家知道 对焦模式有afc和afs 对吧 我个人认为 个人看法 那个afs可以彻底不用 对 彻底不用 没必 那 steal single 我觉得那个功能在当前的相机的功能下 已经是彻底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我无论拍什么拍人拍舞台拍那个飞鸟 拍风景 我通通都是afc 好 举个例子 你拍人像的时候会有两个洞 两个movement 摩托坐在那也会动 你的手也在动 实际是两个都在动 你为什么不用afc呢 有那么好的电脑在给你同时计算着速度 给你提供着对焦 而且其他对焦点选择什么 而且现在又是什么人眼对焦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为什么还要去用afs呢 然后还有一个 好 那你就会challenge我 我说那拍风光 拍风光我也可以啊 对好了我把对焦点放在什么大石头啊小河啊枯树干上啊 都可以的 所以不存在 所以你何必 我觉得就是咱们的setting和咱们照相的整个flow要越简单 越不容易出错 是micro的吗 micro 说句老实话 我这个要根据个人情况 我眼睛还行 所以micro的时候我几乎百分之百是用手动对焦 因为我拍micro我用手动对焦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一次成下一次构图 对很简单 现在而且有high peak 待会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所以呢 就是说我个人真的觉得你setting你就别想那么多 afs全部搞定通吃 通吃 你这样补充还有一个构图 比如说afc啊 你映着你眼睛以后呢 你把相机动来动去 你那个焦点一直在那个脸上 对没错 对你构图方便多了 你要single point 你在那个聚焦以后 你换个位置又不对了 对 对 好 这就是我接着光明的这个话 给大家显示 演示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啊 特别是在sony党 特别特别有用 这是sony的独门绝技 没有任何一家厂商有 那个尼康也没有 是佳能也没有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们看一个那个futebol比赛 你就想照33号运动员 33号运动员满场飞 你怎么才能把它锁定住 好 现在好了 那个佳能的R5 Mark II有演对焦了啊 但是演对焦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你要收过train 你要知道怎么弄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别人借你的相机的时候 没收过train 他就彻底 不会玩了 所以实际有诸多限制 但是sony的那个这个对焦方式 叫做flexible point 太有用了 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请Alice作为一个那个 叫什么 我们的模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你看啊 我把对焦放在Alice身上啊 然后我把我的对焦放在这个 然后待会儿 你看啊 对不对不对 这个怎么出问题了 好 待会儿啊 好 哎 他这个怎么不对了今天 哎我的setting今天有点不对了 好像是被 我觉得和你挂那个cable大概有关系 哦有可能 上次谁 那是谁也满了 好 挂转就是好的功能 好有有可能 好那我说一下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这个功能叫flexible point 就是当你中间这个像点点对焦一样的 当你放到某个人身上以后按下去 那个人无论在哪儿运动 他就跟着那个人走 所以这个很有很有效 但是佳能想了一个方法啊 R5 Mark II 今天我看了 哎把那个脸给他register下来 哎这就有这样 Sony也有啊 对Sony也有 但是就是说Sony正是因为有这个功能呢 是不虚 然后呢 但是一种特殊的tracking 然后呢 普通大多数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喜欢用这个 Zone 那这个Zone呢 我就把它设在后面的这个AF按上 然后呢 把这个AEL 就是旁边这个键呢 设成flexible point 那flexible point有个好处是 就是双方 第一个它可以作为点对焦 当你比如说一个树虫里面突然一个人头或者一个小鸟 你就可以指在那个点上 而且它可以跟着图片动构图 所以有这两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把上面的这个C2 它就有一个叫做Custom C2 变成就是让它对焦模式在swamp 你看啊 我一按这个 你看 wide zone 然后zone track 它直接在一直在循环 那实际加拿也有这个 尼汉也有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说 让我们在针对不同的情形 可以有不同的用处 好 那下面一个 它自动的换 你按一下 按一下换 按一下按一下 它循环的 它循环的 嗯 它循环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对 用任何的键 对可以用任何键 我说的C1 C2不一定 在各个各自的相机上可以自己射 然后我把这个C1 我把我自己相机上的这个C1射成什么呢 DX mode和全幅之间的转换 实际就是说DX mode实际也还是相当有用的 C1 DX mode只有二十个Million或者十几个Million 但是想想我们几年前用的六个Million 或者五个Million的那个已经是它已经大多了 但是我们这样转换的时候 你看 这个就非常好有效 那就说实际这个有效在哪呢 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场景复杂的时候 你找某个人或者找某个区域对焦不好找的时候 你放大以后是不是就专注缩小了 就专注在某一点了 所以对焦精度和那个都会有好处 而且还有个好处 不相信你可以回去试 拿全幅拍的同样全景和拿DX mode拍的全景 在光圈不变的情况下 DX mode出现出后来的那个背景 要blur的好得多 它是里面有一个计算方法 所以这也是属于一个优势 那你在什么情况下 也成了一点四倍 对 现在也成了一点四倍 那你要什么情况下 你用DX mode 鸟小 需要大 鸟 然后比如说甜男你再做在后面 如果我这样照照的是全部 我DX mode可以把你照大一点 对吧 嗯 因为它镜头就成一个 对对对 然后 另外一个关键是 包括相机追踪力的焦点 要你画画画面很大 全画不到就找 先把它缩小 它有个专门的button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 magnify 对 没错 是可以用那个 这个 景深有变化吗 啊 景深有变化 景深有变化 我只是把这个思路告诉你 然后就说 因为相机放在这儿 你要熟悉你的相机 你要一秒钟之内 哎大家看那个视频了吗 就是 川普被那个 那个枪击 那个 那个记者叫什么 Wu-see 是吧 Wu-see 还是Wu-see Mu-see 你看 他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整个过程中 你要仔细看 他一直在调节他的照相机 你仔细啊 他就一直在调他的setting 对 他一直在调 这就是 你对相机如果不熟悉的话 你调什么 把自己搞死了 那就是把自己搞死了 对 所以呢 就说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相机 卡片机也好 或者是这个机 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相机要非常熟悉 嗯 然后好 再说说这几样 主要的就不说了 前后一个光圈一个速度 我就不说了 那比如说你这个拨盘 你可以把它设成 你看变ISO的 对吧 ISO你可以把它设成这样变的 然后你看自动 再往上拨 拨就是自动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马上就可以搞定的 然后自动ISO 你也是你要想好了 马上你也可以设高线和低线 你看最低100 最低100 最高我要多少 你要 你要马上能够找到所有的键 这样你才可能在对付不同场景的时候 有各种对付措施 我还是有一点不懂 那个DX Mode在哪里能找到 Manual 每个相机 每个相机都有 我从来没钱 所以就要去找 找了以后把它设在快捷界上 嗯 特别是拍鸟 像Emily你拍鸟 这个DX Mode相当有效 你拍一个问题 你读过Manual 还是没读过 还呀 你读过Manual 没有 刚才被交换 他怎么读过 他怎么读过路上 他怎么读过路上 我读过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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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个 因为我选了人像 他自动去识别人去 对 那个DX Mode的detail会少 嗯 DX Mode的detail会少 哦 刚刚说DX Mode的detail会不会少 detail只会多 但是 图像会小 哦 就是说 当你全服的时候 像这个Sony A1 它全服是50个Million 然后DX Mode是20.1 嗯 对 但实际够了 嗯 但实际够了 真的够了 啊 而且如果你打两个要 一连拍二三十张的时候 用DX 对对对 好扫得更快 而且你可以把鸟放大一些 对 对 对 然后呢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群里面 我们也讨论过 我和光明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用了吴凡以后 再也不想回到单房了 为什么 太多的便利了 第一 你可以准确的看到曝光 你看到的是什么 曝光是什么 就是什么 第二 人眼对焦 鸟眼对焦 和跟着走 这个太便利了 那美女回眸一笑 你立马就可以把她拍住 对吧 你拿那个单法是没办法 所以 而且就说你在选对焦点的时候 它一个屏幕像这个A1 那是将近700个对焦点 我当时用40D或者是那会儿的时候 9个对焦点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不同的差别 而且精度也完全不一样 换一个镜头 你还要和相机搅着一半 对 它还会跑焦 对 跑焦也是 然后呢 你看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 那快捷键 我就把我自己拨盘的最下面 我就把它换成是subject的变化 那subject就是你被照物体 你看我现在按一下是鸟 再按一下是人 再按一下动物 就是我主要拍的这些 我就把它放在这 然后自己要拍的时候 啪啪啪一旋 就可以开始玩了 所以 整体都在一个手指上的控制 对 没错 就是说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些 能够想到的 能够把它放在这个键盘上 而且自己认为自己最常用最最常找的 把它放在快捷线 这样的话 你在照照片的时候就 基本上都能搞定了 那最主要的我看看其他的我就 有些后面的就在powerpoint上再讲 我看看啊 大家哪些人用过包围曝光 对 照风景超级有用 对吧 照风景几乎是特别是日落日出的时候 可以说是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 当然 你单张曝光 照现在的photoshop也可以做 但实际上远远不如 这种三张并在一起做出来的好 所以包围曝光绝对可以做 而且包围曝光基本上每家都是这样的 当你设置完包围曝光以后 它就自动进入到一个叫做那个time mode 所以2秒5秒10秒随便你选 而且你那个包围曝光呢 你可以3张5张7张9张随便你玩 而且既然特别是像我们这些 去到一个景点 你想把那个景点最好的设下来 但是自己又没把握 包围曝光 这样呢就是说你不会失手 心里有底 所以我是前列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什么新东西 听到的新东西都试试 有个问题 诶 那个 现在的机器 我不知道索尼上有几档 包围曝光绝 它是三档吗 上下各有档 还是说可以设更多档 可以设更多 设到多少档 可以设到 我看 它可以从0.3 可以设到 有个 有个step 它又可以设很多很多档 我看看在哪可以看得到 0.3 2 都可以是吧 所以足够了 你想如果是两档 你设五个包围曝光 那完全把那个dynamic range全cover了 那就是十张片子 对 十张片子 那就几乎通吃了 随便你怎么后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不过就是说基本上后期啊 我自己感觉两张基本就够了 不超过三张 九张你要两个档一张 可以十八档 对 所谓的 基本上都能搞定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造那种叫什么造房子的 给那些客户造房子 造房子百分之百要玩这个 不玩这个 你照不出蓝天白云 照不出房子的细节 对吧 你窗子要有细节出来 暗的地方要出来 主要在房子里边光比特别大 对 所以一定要用 好 那我现在讲这个 岩石摄影 这个叫做 中文翻译什么 间隔摄影 就是岩石摄影 就是岩石摄影是吧 好 那岩石摄影有什么好处呢 岩石摄影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 他就说 当你可以拍一系列的照片 你可以随便设置 这一系列的照片 你可以设三百张三千张 随便你 然后你告诉他 每张和每张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两秒 三秒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 Sony是 我是最喜欢Sony的 Sony的那个 Program的设计者绝对是个人 那个尼康的绝对不是人 尼康为什么不是人呢 尼康的那个间隔是什么 中间的那个两秒间隔 再加曝光时间 加起来 它叫间隔 然后它还叫个gap time 我就不知道那个工程师脑子里面是灌了什么水 当然 所以当你用尼康基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在射那个的时候 但是Sony呢 它就普通人的思维啊 两秒的间隔就是两秒的间隔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啊 你要拍一小时的延时摄影 那我比如说一分钟一张 那基本上就是六十张 对吧 然后我设两秒钟的间隔 那就是基本上一分多一点 或者一分 一小时我可以拍到五十几张照片 所以你就以这个思维来计算 那就是 要是一张曝光时间超过两秒的 嗯 曝光时间超过两秒的 曝光时间超过两秒的无所谓 你一分钟都行 你随便设 就是说只是说 他那个gap time 就要两秒钟 就是两秒 前面拍完那一张 好 先歇两秒 然后再拍下一 那些歇两秒 所以尼康的这个设计 就是像个人的思维 Sony像 Sony的像个人 这个尼康不是人 尼康是什么 他中间的间隔 传口器的这两秒钟 加上后面的曝光时间 比如说曝光时间25秒 然后就传口器的是两秒 他总共是27秒 对吧 尼康把这叫做gap time 所以我是一般人就是 他拿到这个想都想不通 所以就是 基本上加能也有同样的问题 加能的工程师也不是 所以就是 然后这个间隔摄影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你去一个漂亮的风景 特别如果你有两个机身的话 你选好一个机位 你就让这个这台机子 坐在那自己玩着 然后你自己扛个另外一个相机 你周围到处转转 找不同的角度 然后回来这个相机就不见了 我们美国人民还是很淳朴的 中国人民是有监视 现在也很好 所以就是 所以呢就是说 这样呢就是说 基本上你出去一趟 万无一失 迈克说是照星空的时候 那没人去 对 而且这个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这一系列照片 你可以做成一个岩石 然后其中的每一张照片 都是一张单独的照片 所以什么都有了 所以这就这 然后我刚刚说到 我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当你在日落日出的时候 用这个岩石摄影 大家记住一点啊 固定ISO 然后用 不用bracket 绝对不能用bracket 一定要用光圈优先 光圈优先 好 大家想想想这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用全手动 太阳升起来 会什么 过曝了 太阳降下去怎么啦 天曝了 所以呢 你要让相机的电脑自己去计算曝光 而且特别是 那个场景基本上是 大致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计算准确率还是蛮准确的 但是一定记住 一定要用光圈优先 让相机自己去决定多长的曝光 这样出来的照片就会好的很多 好 这就是我说的 那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造的这个在 那个白蓝地 还是白烂地 叫Badland Bisty 好 大家注意看后面啊 天亮了 但是你看天亮了细节也都完全基本上能保持没有够爆 所以而且所有这一系列的每一张照片你拿出来都可以处理 都是你的 然后你把它合并起来呢就是一个短视频 所以就说实际 特别像我 我这还在上班的人 出去他不容易 所以呢也就比较狠心 什么都想抓 所以呢 这就是什么都想抓的方法之一 好 那我们现在换一下电啊 换到这个尼康 好 那实际 我刚刚前面讲的Sony的所有那些功能 除了SNQ 除了SNQ 哇 机器真好 哎呀呀呀呀 好学生 哎呀我 所以除了SNQ以外 尼康都有 所以那些 我当我讲尼康的时候都不讲了 那我就只讲尼康自己特有的东西啊 哎 这就是 Alice说的那个 就说当你在那个叫什么 Sony自定义那个拍摄模式的时候 我说到123 对吧 那尼康他有几种方式 他一个是有的机型还在用着123 然后另外一个他把它改了一个叫做shooting bank 这个shooting bank呢 还有costal bank 有shooting bank 还有video bank 然后你就可以一样的 拍鸟的A搞成鸟 拍动物的B搞成那个B搞成那个Slow motion 然后C搞成那个人像 就是由你自己设 那到时候呢 你看进了菜单以后一换就完了 你要Aputure 你要全mode 全那个manual 或者你要那个speed priority 都可以 所以呢 这是尼康和其他机型稍微不一样的 他把它叫做shooting bank 所以呢大家提前有空的时候 然后巴拉这相机呢 就把各个shooting bank 也是把它设一下 也是把它设一下 那同样的 我也是 我自己也有shooting bank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shooting bank 你把它设成JPAC 用不同的profile 更好玩 因为实际上所有那些调整 真的在这些会计界上分分钟搞定啊 你根本不需要单独占用这些资源 你把这些资源 把它设成JPAC什么模式 JPAC黑板模式 JPAC低反差 JPAC国画 随便怎么玩都行 所以呢就是反正 但是 键就那么多 那我们就 尽可能大的 最大化的使用它 好 这个是Sony没有 我一直千呼万坏 希望Sony 把这个功能加上 但是so far 没有任何一个Sony机子有 但是这个功能呢 R5 加能的R5有 R1肯定也有 R3 我不知道 R3没有玩过 因为R5 我自己有 这些都有 他这个是什么 Focus Chief 我原来是R5的 我原来是加能的 多档派 不不不 故事是这样的 正好在R5的那个Firmware 在1.4的时候 加能的那个1.4级的那个Firmware 实在是太差了 差的对焦都对不了 我一生气就把加能全卖了 但后 后来的Firmware升级 它又回来了 所以 但是这个对于拍风景是相当有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在拍风景的时候 如果不是用14毫米 或者是不是用12毫米的时候 会有什么最大的问题 前面的清楚 后面的虚 或者后面的清楚 前面的虚 对吧 实际我们是希望的 就说 能够紧身 足够足够足够的深 但是 当你即使是有的时候 你用24毫米 也都达不到那么好的紧身 如果只用一个光圈一张照片的时候 那怎么处理呢 就是这个 那它这个设置怎么设置 很简单 就是你 开始 然后你就 问它 它就会问你 你第一张的Focus想在哪 你就选前面的大石头 它就问你 最后一个Focus在哪 你就把那点调在那个后面的山上 然后你就说 它就会问你 你一系列要多少张照片 看见没有 一系列要多少张照片 哎呀你一算 哎呀基本上五到八张就够了 随便五张八张 给它输一个数进去 这样呢 你按块门 一张照片 八张照片 分别的八张照片 全都在那了 你可以后期自己玩 自己做merging 而且相机自动给你生成一张 完全把景深给你合成好的 何乐而不为 对吧 有多少人用过这个功能 相似 对 去外面拍风景 必备 而且这个功能 可以和branket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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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当的泡妇 我是 Sony有 只是A1没有 你别气我吧 真的 哈哈 因为我用这个 是因为 那首上课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 Sony A75 然后又是A5 A1 那可能是A75才有 反正是A7 A4 Mark 4没有 没有 我有Mark 4的 我有Alpha 7 Mark 4的 除非是R5 我不知道 我回去看看 知道 so far 我感觉是 至少我 R5 Sony Sony 它不是叫Shift 它叫别人 它叫Focus Mode Focus Stacking 好像叫Focus Stacking 是吗 对 Nikron叫Shift 好 所以 这个功能 我觉得是相当有用的 而且时间也不是拍风光了 有的时候比如说 你拍个大的集体照 当你那个 特别是景深 控制不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个 然后后期合成 但现在还有新的功能 新的 我记不起来哪一款相机了 当你选那个集体照的时候 人家自动会帮你 把所有从头到尾都给它 放在清楚的 那个Mode 所以就是说 时代在进步 更是逼迫我们天天要学习 你最后说的是手机还是照相机 相机 其中有一块相机有吗 哪一块相机 等我回去看看 因为前两天我一个看到这个功能 哇 我说真是相当的贴心 把这种 就是说实际 很多用户需要的东西 他想到了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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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ime-lapse 那我 你就要问我了 为什么 这个 你不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 Sony 有的东西 你不说了吗 怎么你又说了 尼康的比Sony高级一点点 虽然就说他的那个工程师脑残了 对吧 把那个gap time 他非得要加在一起 但是尼康好在什么呢 直接给你生成机内的video 你都不用后期去做了 他不仅给你每一个单张的照片 而且 连机内生成的time-lapse的那个video 都给你做好了 哦 还有一个要提醒的 说起说起又想想 大家在拍这个interval shooting或者这个time-lapse 构图的时候 大家脑子里面一定要有鞋 要有一个鞋 我们普通的这些sensor和照片 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是选3比2 3比2 对吧 所以 当你要照这个的时候 你构图的时候 上下一定要留一点点 因为大多数video 我们要把它处理成16比9的 如果你构图太紧的话 你自己后期就给自己为难了 所以大家记住啊 嗯 你说这个aspect ratio是吧 对对对 aspect ratio 就是 你说用time-lapse 还要塞成什么 没有没有 你可以不调 但是就说你在上下的时候 多留一点 哦哦你compose 对对 compose的时候多留一点 可能视频的时候会把裁掉 会裁掉 对上下都会裁掉一点 因为 里面有这个可以射成10比9 对的可以的 但是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你既 都想要单张照片的时候 射成10例比9的时候 又有像素损失 对 又有浪费的 所以就是说 我个人是prefer 就是稍微留点空间 包括为什么稍微留点空间呢 现在不是Adobe有AI功能吗 那个空间你可以拿来干点事啊 对吧 对 对 所以就说 还有一个问题 它那个interview这个是 它的文件是raw还是那个 raw 通通都是raw 看你的设置啊 你要raw 它就给你raw 你要那个jpeg就可以 然后那个video的那个size和resolution 也是可以选 你可以从HD到4K 随便你选 嗯 好 那那大家说 这video出来的质量怎么样 好我们来看看啊 这是成名我野马我们三个跑到paradural成名的老屋去拍的啊 这个肌肤没有做任何editing 肌肤是原版 一样的啊 Aperture priority 这是下午 对 这是下午 然后要日落了 你看 而且每一张照片都有 Duration多少时间呢 这个Duration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就是生成差不多十秒十几秒 嗯 嗯 多少片 啊 多少片 这好像是六百多张片子 啊 六百多张片子 反正现在卡也不值钱 啊 灶呗 嗯 所以你看 大家觉得这质量还可以吧 这肌肤没有editing 所以直接就拿来用了 特别是你得瑟的时候 对吧 啊 音乐是我自己加一个 啊 特别是你要show off得瑟的时候 立马就可以拿出来传了 嗯 然后呢 你看 这是editing过 但是就是图片 基本上没做太多调整 这是那个恐龙弹啊 然后这是king of wind 你看这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没处理的这个银河 就比起我前面处理过的那个要差一些 但是也是可以看了 所以你看 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为了快速出片 基本上没做太多调整的 所以 这也是 哎呀我不知道R5有没有直接的video 反正interview shooting是肯定有 但是直接出video 我记不起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用 太阳出来的时候你是拍单张呢 还是多重曝光 没有单张 那都是单张 因为有那个apature priority 对 测光模式用的是什么 测光模式用的全局 全局 全局 没有过曝控制 对对对还行 总体来说还行 所以就是说 当你要快速出变 或者是后面你再在那个video的software 稍稍做点调整 基本上就可以玩玩了 这是绝对没问题了 好 好 这是佳能新机子 R5-2 今天就precapture 而且是好像是可以拍raw 所以比这个还好 这个只能jpeg 所以呢 这个precaptur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选择这个功能以后 半按这个快门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录了 它已经把你现在拍的这个照片 一直在它的buffering里面来回的循环 把旧的丢掉新的不同的一直补充进来 然后就这样 然后当你按下快门的这一瞬间 根据你的setting 你可以选3秒 0.5秒 0.1秒 或者是 这个这个相当crazy啊 这个最多最多可以到300秒 300秒意味着什么 分钟 分钟 拍什么有用 非版的鸟 非版的鸟不行 会糊掉 嗯 会糊掉 拍那种闪电 哦 你坐着拿个遥控器 喝着咖啡 然后半按着快门 哎呀看见闪电来了 别人吓得哎呀用错过了 然后你不着急 你按全都在哪 一张不落 你问我为什么 过去五分钟的全都在哪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你从你半按块门到M块门中间可能也就是0.几秒对吧 全部都在 那你怎么都能 前面的都能在里头吗 他就是前面有个很大的buffering 很大的缓存 就像在你半按之前 他也已经开始激动 对对对 半按的时候就激活了 他就一直在循环 有个最多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一直在那循环 人家只有半按开始 半按才开始 对半按才开始 然后当你按下快门呢 就把前面这五分钟 和你后面的 你开始照的全都记住下来 像他一直在工作 对 他就没闲着 那你要按五分钟 对啊 没有吗 那很简单 你可以拿个遥控器啊 遥控器搬 你不想拍一 按就五分钟的话 它就五分钟 但你就那个按半 快门只有一秒 对对对 那 最多五分钟 对 那是拍闪电很极端的情况 可是你要是拍闪电 你都会用那个线 对 可以办按吗 但当你一扭神和朋友讲话的时候 你按晚了怎么办 那我一直说 你用线的话可以办按吗 可以啊 当然 那一种快门线 其中有一档就是办按 按下去才是 对 所以这是万无一失 你说Sony没有啊 Z9 Z9 Z8都有 Z63也有了 对 Z63还是不错的 我都有点想买它做个背机拍video用 啊 你是不是要几千张吗 都没讲 啊 还没想 Who cares 我里面有 我里面其中一张卡是两TB 我怕啥 不怕 变态 坏人说我变态 但就说实际这就是给你了无限的创造空间 你不会miss掉东西 那就说那大多数情况 因为我是鸟帮的 我喜欢拍鸟 我基本上就设0.3秒到0.5秒 原因是什么 人的反应速度基本上是在0.3秒 当你看见有洞 再按下去那个差是大概0.3秒左右 你只需要把这0.3秒的记录下来就够了 那Z9 它有几种模式啊 precapture有120张每秒 有60张每秒 有30张每秒和20张每秒 有五种可以让你选择 所以 你的选择多多 但 有个缺点啊 缺点就是只能jpeg 但是也可以了 emily 我听说你用两个tb的 那你download的文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等很长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就说说啊 大家买线 一定要买高质量的线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买 Card reader 对 然后那个Card reader 也要买相对质量好的 而且就说最好是别人推荐过的 那就像 例如说 Sarina 我们去那个哥斯达里家 那余哥也跟我们去 他就在那抱歉 哎呀我回去睡不了觉 我要待一个多小时在那手 是吧 我说我不去啊 我十分钟就搞定了 把它气晕了 把它气晕了 然后他不信 然后他把我的线和读卡器拿去一试 果然就是这样 所以 你要买对的东西 价格不一定贵 但是一定要买对的东西 对 对 然后比如说 包括像这样的转接器 包括像这样的转接器 不同的厂家出来的质量真的不一样 像这个是Anchor的 质量一等一的好 你说那个拍的那个JPAC 是指月拍的那一部分是JPAC吗 全部都是 没办法 当你选用了这个预拍 然后它都全部是JPAC了 这是 这是他为了解决缓存不够的问题 所以 西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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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康 出个Firmware 让我们搞点RAW的 然后Sony的A93 那就是120张每秒 全部RAW 而且不是CAPTCHA 所以 甚多的可以去买 今天是PRIME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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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去就发 所以说 你用什么线和用什么读卡器也是有相关 而且就是说 临时转这种文件 大家出游的时候 强烈建议大家用SSD Portable的硬盘 和那个普通的机械硬盘 完全是两个速度 PRIME Day 像我经常用Lightroom 去load这个照片 对对对 你要是卡太大的方法 它要花很长篇 对 对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用太大的 太大卡 你可以 对 对 有没有那个相机可以直接把那个memory卡 download到那个SSD上面去 不需要通过计算机器 有 但是那个SSD太贵了 有3rd party出那种自带程序的SSD 它是可以直接去读机器 然后直接导过来 但就是说 第一它有它自带电池 第二它自己设计了那个屏幕 所以价格 也算个小计算机 对 也算个小计算机 所以价格不菲 算了 我就skip了 该省的钱 省了 买其他东西吧 哦 减价 都anchor东西都减价 所以 大家可以看看 这就是precapture拍的 这三张照片都是precapture拍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precapture 那只有死等 而且就说要有一定的运气 但是自从有了这个precapture 我们就可以变得稍微懒惰一些 老师陈提一下 你看 他讲的precapture的是JPAC 但是后面的话是弱 后面也是JPAC 后面也是JPAC 对 还是JPAC 还是JPAC 对 所以你看 这些照片 书记老师说 你要死等的话 比较难 他什么时候把那东西抛起来 你不知道 而且就是说 当他抛起来以后 你脑子有没有按着快门 所以你一直在用这个功能 Why not 你这个就是JPAC JPAC不要紧 当你控制好曝光的时候 JPAC一样可以出好片 所以以后这种片子是cheating 对 没错 完全正确 所以以后Mike拍这种片子 你们就想着他在cheating 然后你看 他站在那个枝子上 突然一飞 你还真没办法 有的时候 那你永远在案子 好累哦 没关系 你想想你的reward是拍到了 然后你去朋友圈得瑟的时候 满足感 对吧 手提的 对 然后你看 所有这些 哇 所以就说 就 就让你 不会miss掉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 最容易miss的就是这种 perch在一个枝子上 鸟又不给你打个call 它要飞了就飞了 但有了这个功能不怕了 这它是拍鸟的秘密啊 对 然后我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有个鸟帮 我们那个鸟帮 是几个州的鸟帮 有加州的 有那个DC的 还有我们几个朋友在达拉斯的 然后其中一个鸟帮的朋友 买了那个A93以后 他的第一感受就是 想拍的东西都有了 因为你想A93最高速度120张每秒 而且全部是RAW 而且有precapture 而且是global shutter 当然它也有drawback 光明我们讨论过 对吧 这几秒钟 这个我基本上就是设0.5秒 但是就是说像拍这种有个trick就是 拿个单脚架 我不建议用三脚架 因为三脚架搬起来麻烦 运动麻烦 单脚架 而且不要用这种球头 用那个twin的那种头 那种不会晃 这个球头呢 几个方向都会晃 不好控制 所以这就带来很多很多便利 对吧 好 这个是super super有用 什么叫做starlight view 大家从那个词名可以看看 好 问大家一个 我们哪天那个达拉斯 我们摄影协会去拍那个reunion tower 你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怎么那个reunion tower虽然有亮光 怎么周围看起来都是黑乎乎的 对吧 细节都看不见 对吧 当有了这个 全是亮的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starlight 它可以人为的把整个屏幕全部变亮 让你方便构图 让你方便对焦 拍星空的时候大家最大的难点在哪 太黑了 太黑了 然后找不到星星是吧 星星倒是看着我 我就是看不见星星 有这个 然后再加上menu focus的那个peak color peak 拍个星空 easy 你要对焦你要对多准 随便 所以 这就是 你看在detail 很多尼康相机也都有这个功能了 所以 当你碰到这样的情况 把这用上 当然也有问题啊 当你用完这个晚上用完以后 一定要记着关 因为白天 白天它也会给你写是基本正常的 但是结果你一拍出来 那个全是欠爆的 这应该是Z9 only 是Z9 Z8也有 但是尼康的相机越来越多都有了 Sony也有 Sony也有了是吧 Sony也有 所以 这是非常有用的 实际就是说 你看这些工程师 都把我们摄影师面临的问题 很多都是想到了 实际 很多东西我们机子里面都有 但是关键就是说 我们没把它用出来 对吧 好 这个还有一个Worm Color 和那个很相像 因为有的时候 Worm Color显示有个什么好处啊 咱们 比如说 咱们摄影协会一起去拍个星空 你最怕的是什么 你最怕的是旁边 旁边那个屏幕亮着的 这个打着灯 大家互相影响 对吧 它这Worm Color 就像这个屏幕 是那种暗红色的 这样呢 就是说互相之间的影响 可以减到最小 然后还有一项 比较贴心的Z9 哎呀我喜欢 哈哈哈哈 还有他就说 你可以把荧光屏和这些灯光按钮 拨到一个档 在晚上它都会有淡淡的光 你都看得见 这个很贴心 这个相当贴心 所以我为什么两个相机我都舍不得 所以只好两门都买就是 没办法各有各的优势 实际上也是日本厂商的坏 坏处 他们全部是错位竞争 我觉得他们都是 他们是一家人 对他们下面通气的 所以没办法 我晚上拍的时候你把它调上就好了 啊 然后 这个Z9 狗仔队最喜欢的 狗仔队必备啊 就是那个自动拍摄 这个自动拍摄就是你可以摄鸟 摄人 摄特定的物体 摄距离 然后摄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你就对着那窗口 然后 某人有不轨行为了 巴巴巴巴巴巴巴 你就只管在车上睡觉 然后拍鸟也有用 特别拍蜂鸟啊 比如说你在家里后院设一盆花 你对好那个花的旁边 对好了 然后告诉相机 有小鸟飞过来 它就自动拍摄 它就巴巴巴巴巴巴 有小鸟来了就自动拍摄了 所以这都是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的每一个相机都是一个很强大的 苏尼有没有 苏尼还没有 尼康独家 尼康独家 其实不是 不够不用 A1的对焦 No.1 所以你看从这你看 Motion Detection 你要什么 然后距离 然后这个物体会移动的速度 你可以目测 移动慢的1 移动快的6 然后它的大小 比如蜂鸟就1 那个白鹿就5 6 人就6 所以就是所有这些你都可以摄 一旦出现 自动拍摄 这种对于拍野生动物 或者是拍一些特殊的场景 拍闪电 拍闪电应该是可以的 你预测好 你怎么拍摄的 不过就是你可能看看怎么个设法 因为闪电有可能 我为什么说有可能 它像突然有个Motion 对 突然有个Motion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就说 我们的相机确实有很多 你看在这儿 你可以摄你的是什么 鸟动物 人 什么都可以摄 所以就说有很多东西是 我们是可以的 好我主要的介绍就在这儿 然后我最后再把这个 比如说 尼康特有些一样的 就是说 有些设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这个设置 可能大家会比较 那个直观一点 我开上这个 好 你看啊 我现在在默认的环境呢 就是说 我现在办案快门 办案快门就是一个 哎呦 那个 那个不不显示出来 菜单不显示出来啊 我想给大家看看 这个菜单是可以显示 你看 一样的 我先介绍这个一样的 这是我的favorite 你看 my menu 就是和那个一样的 你看 my menu starlight 如果要照星空 你就把它按off 哦 这一项我忘了告诉大家 exposure delay exposure delay 什么意思啊 有点像timer 有点像timer 但是大家用timer 但是大家用timer的时候 大家用到timer的这个功能 大家会发现什么问题 当你设到用timer的时候 相机的很多功能 会被disable掉 对吧 有些相关的功能 那一旦你用了timer 会被disable掉 但是你一刚就设了这个 叫做exposure delay mode 那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timer 你可以告诉相机 三秒钟以后开始拍摄 0.5秒钟以后开始拍摄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 你看比如说这就三秒 他就可以选了三秒 好 我选了三秒以后 你看 听见没有 对 那都是跟一个延时有什么趣 这和延时不一样 这是拍单张或者拍延时 这相当于是timer 另外一种timer 但是这个timer呢 对相机的其他任何功能 没有影响 就说他们的功能是可以叠加的 因为特别是在 Sony和尼康都有这个问题 当你用了timer的时候 有些功能他就不让你去选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然后你看 你要加新加iterm很简单 你就去不同的地方找就行了 找了以后一选择就出来了 好 比如说你看啊 我选的我自己选的几呀 我自己选的几呀 我从头吧 你看这就是动物和鸟之间的那个detection 实际呢我不在这选 外面还有个快捷键 然后power of delay 那也是有的时候 你需要调 比如说 特别是你想定时摄影 你要不调这个的时候 你如果默认是两分钟关机了 那关了机你等回来的时候 啥都没有 对吧 所以你这个你一定要记着调 就是如果你要拍这种的时候 你就不能把它调在on上 要把它关掉 然后你看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auto capture 自动拍摄 你看自动拍摄 我选个set的时候 你看比如说 哎呦菜单又不出来了 嗯 不是我这有 但是他没有 可能要information要cast的过去 好 那不那么没关系了 反正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了 然后multiple exposure 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说你要把月亮和什么叠加在一起 对吧 然后自动blanket 包一曝光 然后定时 然后precapture precapture我在这儿还有快捷键 ISO sensitivity interval AF mode AF mode 大框小框小点 你都可以比如说牵着好 然后我说过的focus shift 拍风景的时候 然后frame rate 这个拍video的时候 对吧 拍video的时候 你要选择多少的resolution 多少的帧速 你就可以在这选 所以呢 你看 你看这是4k120p 或者是8k24p 8k25p 8k30p 8k那个细节太好了 始终是resolution放在那 所以你这是可以选的 然后这刚刚我说的这个star track 然后其他的你还可以自动添加 当然 尼康还有一个绝杀 这是在那个他video的时候才有的绝杀 那至少现在我没在嘉能上看见 也没在sony上看见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哎呦怎么这么慢 他不过去 哎呦他还真不过去 哎呦 特别是当你在拍摄video的时候 你 因为这个机器本身它自己的潜能是什么 包括sony a1 它的潜能是8k 8k实际可以通过两倍的digital zoom 做到4k的无损拍摄 所以呢尼康工程师非常聪明 当你设在4k的时候 你可以用两倍的digital zoom 那画面一点损失都没有 所以就相当于你在拍摄 一个场景的时候 你按后面的那个键 它可以那个zoom可以顺滑的 在两倍之间 变焦 这个相当有用 那比如说z63 z63的像素没那个 没那么高 只有24mm 但是它可以达到6k 所以6k到4k是1.5倍 所以z63可以做1.5倍 通过键控制 通过键控制 你也可以买单独的操纵杆 都可以 你买个外接参照杆 你就可以外接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像光明我们拍video 你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去 后期去digital放大 你直接就一次性成像 比如说4k 只是4k还是没有 只是4k 只是4k 大多数情况 数据老实话 4k足够了 这个可以拍8k raw 但我只是为了测试卡 试过8k raw 我自己都不愿意去编辑 因为你8k raw 你整个电脑全部得更新 我估计怎么说 也要4090那个级别的 啊 所以就算了 8k raw也没必要 实际8k 那个普通的那个叫什么 H265 足够了 嗯 好 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交流 那你为什么要买A1呢 哎呀 这个问题太好了 A1觉得也是不可替代的 第一 这是世界上唯一性能最强的 这么小的body 没有第二个 这个我可以当着佳能党的面说 佳能党只管来PK 唯一的 对焦性能最好 总体性能最好 又小 还那么小 还轻 还轻 麻烦事也多 大热天不能拍video 一拍就死鸡 A1也死鸡 A1发射太厉害了 这个 我怎么拍video 从来 没死过鸡 我一百 A1怎么拍鸡 什么的 大老婆的小老婆 哪个是大老婆 不敢说 哈哈哈 所以 就是说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每个机子 每家的机子 佳能 也有佳能的好处 所以他们真的都是错位竞争 所以 但是有一点 把所有机子的潜力 在自己手里面用出来 这就比较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买尼康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Sony所有的镜头 通过转接环 可以用到尼康上 所以我不存在 镜头上的损失 或者是我必须要带两套镜头出去 所以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但是 我觉得 实际保持一门更方便 没有选择综合证 但是你用那个转接环 对镜头的速度影响 这方面可以考虑 比如说 给你打个地方 这次哥斯达利加 我Z9拍的所有片子 全是转接 是Sony的2600 转接在Z9上 基本上没问题 出现过问题 但是非常偶尔 就是追焦这些 基本上都没问题 就是A1的追焦还是比较强 我个人认为 唯一一个机子能让我拿起来 就对上焦的 就是A1 虽然我有Z9 Z9我自己做不到 Z9你放在那里不动 它自动对焦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无言以对 嘿嘿嘿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 那些镜头都是所谓的镜头是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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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这个镜头是尼康新出的那个 二百二十八到四百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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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给大家 我可以给大家看两张片子 至于好不好 大家片子 二十八到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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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一次变态了 你怎么说很好的时候很胆怯啊 完全正确 为什么说胆怯呢 就是说说的不是那么斩丁截铁呢 它画质上有compromise 它方便性超级方便 它方便性超级方便 而且这么一小 二十八到四百啊 但是最后的成像上是有compromise 但是你就要衡量了 当你如果和家人去hiking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大堆的被背着 那你不是自自 这些轻轻小小的 我甚至为它配了一个小小的机身 那就简单了 裤腰上一边随便走 所以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 画质可以达到什么样啊 从来没听说这么大 二十八到七四百 这是 还真是去 应该就在这 画质肯定是 一千多块 画质上是有compromise 这是没办法啦 CAMERA有二十八到三百 在那个东西的画质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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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给大家找一张片子 咦 怎么我的片子呢 好 找这张吧 找这一张吧 这张你看 这张就是这个镜头拍的 而且是动的 哦 好 我正准备放大 哦 正准备放大 哦 正准备放大 哦 正准备放大了 哦 正准备放大了 而且这是动的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然后看看 因为这里好像没有网络 所以有几张片子 没有把它下载下来 我看看在这有没有啊 我个人觉得是还可以了 但是肯定的一点 画质上是有缺失 但是比如说 如果你拍个风光 收一点光圈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这个最大光圈多少 最大光圈二十八毫米端是四 四百端是八 怎么样 够小吧 够小 那也可以啊 对 但是对焦很快 对焦确实很快 虽然是 而且还有个超好的地点 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它 我不知道它里面的 可能是因为镜头小 镜片轻 用它拍出来 手持video 稳得一塌糊涂 真的是稳得一塌糊涂 我其他镜头我绝对 我自己一个人 那个拍摄嘛 所以自己的感觉 有 它是VR 一样的 这个镜头可能就是因为镜头 镜片轻 所以它那个VR 拍那个video出来 清楚的 那个防抖太好了 手持是吗 而且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 你们网上一测试你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低光呢 低光那绝对是它的弱项 那你想嘛 它那个F8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关掉两盏 它对焦就吃力了 这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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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没办法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得了另外一方面就得不到呀 所以要永远保持happy满足就好 你还一直买 一直买 某些方面买 看看有没有Amazon Prime剪较 估计没有 因为这个镜头 据我所知道 还在缺货状态 它做不出来那么多 卖得非常非常好 卖得非常好 因为我这是我用了我的NPS 所以第一批才拿到的 什么叫NPS Nikon Professional Service 我交钱的是吧 不是大师 它有个免费会员 我就混进了免费那一打 我很抠门的 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 你买新镜头买机身 它第一时间deliver给你 对 那你刚才那些照片是用Z9当照片吗 还是别的照片 刚刚收的那些照片什么都有 没有就是当你收这个D9拍的 刚刚 我告诉你这个是用个超烂的相机 你们都不用的相机拍的 Nikon Z50 半幅的 半幅的 而且是六年前的一个烂相机 但是呢我就看上它小 对 所以可能是相机的问题 没事 包括我的问题我都无所谓 反正我拍到了 能拍到就不错 所以就说 这也是就说 大家买器材 要买自己需要的 或者自己想要的 而且就是你要想到你自己的拍摄style 和你喜欢什么 那其他的 你要什么都买也没意义 它在那积灰 那比如说 我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拍人像或者普通拍 我现在基本上这个镜头通吃 35毫米到150毫米 F2.0到2.8 我能不能传一下 我点点重的 对 苏尼和尼康都有了 很重 很重 但是你想F2.0 那个 但是画质是 画质我很负责的 从头到尾 35毫米到150毫米 全是超一流的画质 有没有比较和佳能的 他最近 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 124到 165 嗯 我没做过比较 因为我没有那个 但是这个从头到尾都很sharp 这个重量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 但基本上这个说句老实话 三 大多数 events和大多数的情况拍人像 一镜搞定 根本不用换镜头 是你介绍的那个吗 对对对 一样的 有尼康镜 有尼康卡口 2磅多 对对对 你就买一个尼康卡口不就完了吗 你自己加了一个环 我自己加了一个环 因为这样就是说 你拍风景的时候 那环是干啥用的 Tameron 好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 现在的镜头设计 大家不需要小看Tameron和Sigma 哎呀 出的镜头 特别是Sigma的那个Art系列 每一个镜头 这几个大牌随便PK 都有不同的 特别Sigma出的那个星光镜头 那是更是无人能敌 15毫米 15毫米1.4啊 他连把你那个加热圈 他都给你考虑 考虑好了 所以就说画质1等1的好 而且就说Tameron和Sigma 因为现在在大型计算机的辅助设计下 只要用星照 他们出来的镜头 真的是1等1的好也是 所以当然加能就有点惨 他不开放 他不开放 但是你看他开放了第一个给Sigma 大麦 在日本都缺货 Sigma半幅的叫18毫米到50 F2.8好像是 还是F几 为加能的 它是第一个在加能身上的自动镜头 是3rd party生产的 所以 大麦 所以就说我自己的镜头 我要一段时间自己不用 我基本上卖掉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镜头买来就是不适合我的 你留着干嘛 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那个拍摄类型 就用你自己用的 而且有的时候出去一趟你就只带一个镜头 可能出片还是更多 嗯 你现在有几个相机和几个镜头 我现在 除了两个相机还有其他条 我有四个相机 五个相机 五个相机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无反 然后有两个口袋机 第一个口袋机就是那个叫什么 Sony的黑卡 那个时候就好 真正是可以放在 真正是 你什么黑卡 Alpha 100 对吧 Alpha 100 Alpha 100 他现在已经出到第七代还是第八代了 我还在用着第一代 不过我觉得还蛮好的 舍不得认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用自己喜欢用的 然后就是长焦镜头 因为我拍鸟 所以长焦镜头我有一堆 然后其他 其他中焦短焦就是 Sony的14毫米1.8 如果Sony的拍星空的或者拍风景的 一定要进 光学质量好 拍星空一流 实在是又小 拿出来把野马简直是缠得一塌糊涂 所以Sony确实是在设计和制造上 真是超一流的 除了星空那个 盘那个风景很好 对 这次拿着牌的大壳 我计是有14.8 对 14毫米F1.8 对 然后呢 你看像我自己就 那个必须要有 然后 16 35必须要有 我自己 我自己 R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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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老实话 自从有了这个R470 已经基本上打入冷宫了 哪一个 R35150 R35150 R470 R470 我什么七十两百 通通没有 因为对于我来说用不着 而且这个镜头基本上cover了 所以没必要花那个钱 然后自己买了一个 GM大师镜头 一百四百 一年用过一次 卖了 没必要 打鸟 不够长 然后拍其他东西用的又不多 所以也是卖了 所以就是说 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说 买自己需要用的 嗯 但是我的长焦镜头我就经常用 因为 反正我们是鸟帮 R450 我用过一次 到拍得高那样去hiking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要背得特别 对对对 那个相对轻一点 嗯 对 那你拍鸟的长焦镜头里面 就是觉得最出片 或你用的频率最高的是哪一个 尼康 800毫米6.3 定焦 你觉得最高吗 频率最高吗 非常高 爱得一塌糊涂 那问题是那是 你来看 嗯 不是来看 不是 是 让大家可以看看 快吧 Sarina 快吧 八千多万 一万多 八百 这个就是 会很重 不重不重 才五点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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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些都是 然后 在 在挑战性的 这几张都是 这也是八百毫米6.3 八百毫米6.3 八百毫米6.3 这些全是八百毫米 正是因为八百毫米这种长焦 所以可以把背景虚化的那么 对 那要的就是这个 对吧 这个都没有 都没有 八百毫米已经可以了 基本上可以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 Z9 四十五米0的那个 像素 后期有足够裁剪的空间 嗯 然后 然后这是Sony的两百六百 实际我更喜欢类似的片子 就是类似的片子 更有 更有点风景化 或者是更有点 类似国画 或者是 我喜欢风景鸟片 这里拼的吧 没没没 一字成下 没有AN 没有AN 但是后期是处理成那个水墨画的类似的 哦 是彩色的 对彩色的 然后后期处理成水墨画 然后 这一个 你看这个漂亮的星芒 Sony 14毫米1.8 Sony 14毫米1.8 这手机 Google的Pixel 7 Pro 这是很早很早的 以前的 片子了 这是 也是800毫米 这是 Sony的200 600 Sony 2600也是 可以说是价廉物美 然后成像超好的镜头 你想除了 现在已经好像第七年了 尼康去年才出了一个180到600 也没有超越 最多只能和Sony这个200 600 打个平手 所以 你这个速度是多少 你这个速度是多少 你比第一次听 哦 这个很低 因为要语思 六十分之一秒 好 我为什么讲800毫米 讲这个片子 这个是12500的ISO 然后一样可以出这样的细节 然后这也是800毫米 就是因为800毫米才可以做到后面的这种背景虚化 你看这也是800毫米 你看要什么细节都有 所以尼康打鸟800毫米是我的首选 我买了一个180到600 买了四个月了 好像就那天去拍荷花带出去看了一次 还没正式用过 所以就说都有那个喜爱 然后Sony的现在心爱是300毫米2.8 在我们鸟邦我已经忽悠过好多次了 我就不说了 还没人上当 还没人上当 那个赵青已经是忍不住要跳进去了 趋势是对的 以后能背的重量越来越小 对 没办法 咱们这个头发越来越白 肌肉越来越软 所以没办法 对 刚才有一个问题 刚才有一个七彩鸟飞起来的那张 你是用了Pree Capture City吗 那个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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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在哪里的 Village Creek Dry Bed 我家附近 嗯 对 对 然后还有什么 问题 反正我想 如果大家可以 这个35到150 我超级忽悠 就是有点重 真的确实很重 确实很重 嗯 确实很重 2点几巴 2.8 嗯 确实很 因为它没办法 你想 最大光纤到了2.0 所以物理放在那儿 又是实打实的玻璃 就是因为镜头太重了 就是因为镜头太重了 如果买七个的话 我还需要那个广角的吧 三色保三尼 你没有广角是吧 我是那个三色保三尼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来 谢谢大家来 我去十四还是四那个